颱風來襲 帶來強風好雨 民眾最擔心發生緊急意外 像是長輩高血壓或是意外受傷 要外出就醫 臨近診所卻沒有看診 若是在原鄉部落 距離大醫院又有相當長的距離 很可能因此錯過黃金救援時間 高血壓 急診這樣子突發的 而且我們這邊老人又特別多 行動不方便中風的大堆 像我們這邊也有很多洗腎的 有沒有 通常都是 就是要颱風來之前 村長都會廣播說 就是提早到外面去 不然的話真的是 颱風一來 連火車都沒辦法開 對此衛福部針對醫療應變機制 制定106年度急救責任醫院名單 全臺有197家醫療院所 提供緊急醫療服務 包括重度39家 中度80家 一般78家 分別在各地區民眾生活圈範圍內 提供24小時的服務 其救責任醫院 他的服務提供的服務的等級 分為重度跟中度和一般級 依照他的民眾的生活圈 和他的醫院的功能 分成14個網絡 不過醫事司建議民眾 如果非狀況緊急 危急到生命安全 颱風天還是盡量不要出門就醫 減少受到招牌掉落或是路數倒塌等 不必要的意外 記者南北以顧 也南澳採訪報導 你以為人家受到招牌 或是路數倒塌